她鼓起了好大的勇气 才敢抬头看此颗镜子里的自己 光头 头皮上布满了发炎的窗口 前一秒 她还摆弄着自己乌黑亮丽的长发 精致的妆容 时尚的衣着 自信的笑容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 备受化疗摧残的癌症病人 一顶假发 帮她暂时掩盖住了崩坏的人生 就算头皮上已经出现了伤口 除了更换 她也不愿意摘下 不愿意让丈夫看到自己光头的样子 我老公到现在 都没有见过我 往头的样子 或许她想 哪怕自己往后不在了 丈夫永远记住的是自己漂漂亮亮的样子 这只是老秦假发店里许多类似客人中的一位 她的店看似不起眼 老旧 狭小 很难引起注意 但不同寻常的是 她恰好开在肿瘤医院的旁边 今天也是她营业的最后一天 大家好 这里是毒蛇电影 我是小马 最近看到一部微电影 《最后一位顾客》 从肿瘤医院附近的假发店 这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看见那些生死之外 被人忽略的人间现实 老秦的假发店是妻子林彦逼她关的 原因很简单 也很实际 不赚钱 原本在林彦眼中 老秦特别自私 自己辛辛苦苦在外奔波 眼看着女儿将要上初中了 压力变得更大 而老秦呢 明明有着很好的美发手艺 却守着一家寥落的店铺 仿佛在躲避赚钱养家的责任 他不得不来逼老秦一把 关掉假发店 去接一个收入更高的活 两人爆发激烈的争吵 直到一位女顾客推开了门 他亲切地和老秦打招呼 显然是常来的熟客 一开始 林彦甚至对这个美丽精致的女人 抱有一丝警觉 对方俯弄头发的样子 乍看像是挑衅 林彦甚至一瞬间怀疑 难道这就是老秦 躲在这家假发店的原因 直到看到莲子后面 她取下假发 露出光头的剪影 林彦才懂 女人刚才并非是挑衅 是自己那头天然散落的黑发 刺激到了对方 以至于让对方紧张地俯弄自己的假发 她这也才回想起 为什么进店的时候 老秦递给自己一个皮筋 让她把头发扎起来 随着林彦在假发店的 这一晚上的各种经历 她逐渐开始理解 老秦为什么不愿意关店 这家对健康人来说 不起眼的小破店 却对一些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疾病从来不只是疾病本身 医院病房之外的假发店 更像是在观察除了病痛本身 癌症还带来了什么 林彦发现在老秦的店里 还有一个单独开辟的角落 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 贴着名字 这是免费提供给需要的病人 和家属存放的 行李有的已经落满了厚厚一层灰 显然 他们的主人 已经在旁边的肿瘤医院 同病魔斗争太久了 而当有人来认领行李回家时 可能并不意味着治好了 也可能是悲伤地结束了 是无奈地放弃 除了生理上的痛苦 病人还在乎的是 疾病以外的现实问题 如果散尽家财 负债累累还吃不好 那么是否拖累了家人的下半生 就像《我不是药神》那句名言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 叫穷病 麻绳专挑戏处断 如果第一位客人还能买得起假发 那么接下来这位女孩 甚至连为癌症的妈妈 买顶假发的钱都没有 于是想用自己的头发来换一顶 也正是因为没有钱 她的母亲才会一连打好几份工 又不舒服就忍一忍 能不花钱去看医生就不去 只为让外地户口的女儿能在大城市念书 林燕看着这个女孩跟自己女儿一般大小 她太懂女孩母亲那种辛苦 她渐渐明白 老秦用这家店能给予癌症病人的 除了一些小帮助 小便利来减轻他们的物质负担 还有抗癌路上重要的心理支持 一个让患者从病房走向 现实世界之间的缓冲空间 她必不可少 就像在纪录片《人间事》里 患有骨癌的男孩安仔 手术节肢失去了一只手臂 但每次出门 她都会穿上健康时喜欢的外套 戴上帽子 让妈妈把空荡荡的袖子 整理出形状塞进口袋 要知道 她从前是个爱运动的阳光男孩 妈妈带安仔去逛一只店 她问医生 不装机械手 装让人看不出的美容手可以吗 她欢喜地试着 拍下一张帅气的照片 但妈妈不忍心告诉她 其实她的日子并不多了 同时纪录片的这一集 主创们让安仔的小病友亲自参与了配音 用稚嫩的方言讲述他们这群患骨肿瘤孩子们的故事和心声 让他们戴上假发 打扮成想象中小英雄的样子 击碎病魔 为他们打造一个或许难以实现的梦 我也想起一部真实改编的动人电影《抗癌的我》 编剧用抗癌的亲身经历和感悟 聚焦癌症患者的需要被关注的内心世界 最让人落泪的一个情节是 在男主不得不去做一个成功率极低的手术之前 他想实现一个愿望 让死党教自己开车 可此时被化疗摧残的他 双手根本控制不住方向盘 如同自己无法把控的病情和人生 这一刻 冷静压抑了整部电影的亚当终于情绪崩溃 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他向朋友大发脾气 长久以来压抑的负面情绪彻底的爆发 对于一个已经身处绝望 并时刻战斗的人来说 可能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刺激 就能引发情绪的崩溃 而之后亚当将喝醉的好友送回家后 却在他家中发现了一本叫做 一起面对癌症的书 上面被密密麻麻记满了笔记 他才明白那个看似没心没肺的好朋友 一直在笨拙地学习如何帮助自己 电影中 扮演亚当死党的演员 正是现实中陪伴编剧抗癌的死党 所以对于身陷痛苦的癌症病人 他们不仅需要身边亲人朋友的支持 更需要来自全社会的心理关怀 从生死病房到现实生活之间 或许只有几部 但这几部之间需要的 可能就是旁边一家不起眼的假发店 一本叫做《共同面对的书》 正如这部最后一位顾客 微电影的原创主题曲所唱 这首名为《爱与人间的歌曲》 是邀请了一个特别的合唱团来演唱的 深圳市希望之光艺术团合唱团演唱 成员都是癌症康复患者 这群勇敢面对病魔并重获新生的人 也不忘将自己的勇气和希望 传递给还在与病魔斗争的朋友们 爱和关怀不是空喊口号 而是设身处地 在细节处考虑到弱者的困境 给予默默支持 就像老秦给妻子皮筋 让他扎起散落的长发 给病人私密地换头发的空间 在呼吁全社会关注抗癌病人困境的同时 这部微电影的出品方鲁南智耀 也希望通过这部微电影 将这种治愈情绪 传递给生活中每个位活着而奔波 战斗的人 如同林彦最终决定支持老秦 继续把假发店开下去 哪怕再辛苦一些 众生皆苦 冬天漫长而寒冷 给予旁人拥抱的同时 自己也会感觉到温暖